欢迎来到论影时光 熟睡的小绿被这羞羞的叫床声叫醒 原来是老巫婆和独眼男正在搞事情 单纯的小绿目瞪口呆地逃离房间 没想到另间房银毛和叔叔也在叉叉嗡嗡 还有田眼珠这种恶心桥段 小绿绝望地走出房门 又是一个晚上 崩蛋男跑到小绿房间把小绿给那个了 转天银毛当着小绿的面露出他不那么性感的屁屁 没提裤子就转身面向小绿 小绿吓得灵魂出窍 发烧的小绿开始做噩梦 梦到自己被鬼压床在地上 还有一只便衣毛毛虫企图进入他的耳朵 死去的爸爸就坐在桌边对着一切熟失无睹 马戏团众人用言语契落小绿 小绿被惊醒 马戏团生意日渐低下 众人开始捉襟见证 老巫婆跑到叔叔的房间发春 被叔叔嫌弃地甩开 小绿回忆往事 妈妈死前在床上怒目圆灯 被老鼠蚕食尸身 身边的人没有安慰小绿 却都落井下石 小绿就过着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可这时 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 马戏团新来了一位大师 大师表演完个人记录 小绿露出崇拜的目光 并成为唯一一个捧场的鼓掌人 果不其然 大师和小绿勾搭在一起 因为大师的到来 马戏团生意开始好转 众人纷纷为大师赶来 小绿与大师的感情日渐升温 马戏团众人看不惯大师人气极高 心生妒忌 把气全都出在小绿身上 大师一直保护小绿免受欺负 崩蛋男骚扰小绿的画面被大师看到 大师使出障眼法杀埋崩蛋男 却被崩蛋男一句 你这个怪物戳到开始发狂 崩蛋男就这样死悄悄了 目睹大师杀人过程的小绿 被吓得要死 并被威胁答应绝不说出真相 为了解决演出正直时 叔叔在大叔的建议下 出卖自己的情人银毛 让银毛满足负责人的信誉 这一画面又被小绿撞见 银毛对大师心生怨恨 却直敢欺负小绿 摔碎了王母留给小绿的镜子 并打算杀死小绿 大师又一次救了小绿 有人想请小绿去当女演员 大师怕小绿离开自己身边 怒替小绿拒绝了 小绿仍心心念念这件事 大师一气之下 暴打了小绿一顿 由于情绪激动无法正常演出 这时当然会有某部长眼观众 戳中大师的点 果不其然大师开始发狂 以各种恶心盗报的障眼法 试图结束众人的生命 却因此耗费大精力遭到反噬 这次变故后 大师决定辞职 大师用障眼法为小绿 营造了一个父母健在 生活美满的幸福美梦 并带小绿一起离开了马戏团 来到经纪公司 出任小绿的经纪人 小绿在大师魔法的庇护下 演员事业一路顺风顺水 大师却也因耗费太多精力 日渐虚弱 小绿想要大师的魔法 大师凭最后一口真气 把魔法过渡给小绿 并瞬间苍老死去 小绿得到魔法后 发现一切不过美梦异常 全部破灭 她又变成了那个 一无所有的小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做人嘛 不要太贪心 小心一切成空哦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